用了TED GPT,文献终数再也不筹成了 很多同学把文献终数写成了文献终抄 其实这个是你不理解文献终数的基本逻辑 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分类 包括两个重要的分类的维度 一个是纵向的时间轴 一个是横向的主题轴 时间轴呢,指的是对于某一个研究领域 来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而主题轴呢,是从横向的角度呢 依据不同的主题 对已有研究去进行一个分类 至于怎么去分类 那就要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问题 好在现在我们有了TED GPT 文献终数再也不用翻筹了 那我们使用TED GPT去完成文献终数 需要经过两步走 第一步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叫做 界定分类评价问题模型 第二步呢,我们调整好这个模型之后呢 你就可以任意的 把这个模型和任何一个学科 任何一个领域的关键词区想结合 它就可以帮你写出你想要的文献终数 我们一起来实操吧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个文献终数的模型 同样,我们在去跟TED GPT去沟通的时候 我始终建议我们采取一个寻寻善诱的方式 你看我上来先问他,对吧 我们既然要做文献终数,你可以先问他 我问什么是文献终数 然后他就跟我说文献终数是对某一特性领域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 他主要利用现有的文献书籍学书论或相关资料系统梳理 这些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最终对研究问题进行综合的思考和总结 说的还挺准的,对吧 但是他这么一段话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不太够 因为我需要要素 大家知道我一直提醒大家用这个模型的方式 所谓的模型,你一定要找到这些关键的要素或者概念 然后建构概念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如果给文献终数提炼几个关键要素 请给出几个关键词 然后他就说几个文献终数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这些 但明显这里边有一些是形式层面的,对吧 是分类层面的,比方说什么调查研究,研究报告等等 但是这里边的现有的文献整合分析总结 这个才是我们从规律的层面跟文献终数相关的底层的逻辑 所以我就提示他,我说是不是一开始要先界定核心关键概念 然后他就说是的,一开始需要先界定研究领域或问题的核心关键概念 大家记着,我这么问的时候 并不是说随便瞎问他 因为他只要把这个部分回答出来了 后边他就会理解到他的模型当中 所以这个其实我就是引导他,对吧 让他先去理解怎么样界定关键的核心概念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界定我核心概念之后 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明确了研究领域或问题的核心概念之后 下一步就要收集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这个就说的很对,对不对 我就在强化他 我说是不是意味着要针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观点或主题上的分类 他说是的,针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观点或主题上的分类 是文献中数必不可少的一步 然后他就把这个进一步的做解释 你看因此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观点或主题上的分类 是文献中数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然后又接着问他,我是分类之后是不是要对已有研究进行评价 他说对已有研究进行评价并不是文献中数的必要步骤 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理解的不一致 事实上按照我们通行的写法 文献中数当中一定要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评价 对吧 所以你这里就要强化他 引导他,让他跟你形成一种一致 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可以提供更加深入和批判性的分析 在评价已有研究时需要针对他的方法 框架数据来源结果结论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等等 总之他就说在中数已有研究时 评价是可选的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俩达成了一个认同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文献中数最后是不是要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他说是的 一般来说在文献中数结束之后 研究者要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和总结 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围绕已有文献当中存在的研究空白 争议或不足等方面展开 然后我就说所以综合以上的分析 是不是可以将文献中数的模型提炼为 界定分类评价提问模型 这一步就是对我们上述 我们两个这样的一个沟通 作为一个总结 而且同时强化他自己的这些解释 让他真的理解什么是界定 什么是分类 什么是评价 什么是提问 然后他就说是的 可以将文献中数的模型概括为 界定分类评价提问模型 该模型包含了界定文献中数的基本步骤和要素 你看他进一步的来尝试 他把四个概念都解释了下 其中界定阶段需要明确研究领域 或问题的核心关键概念 分类阶段需要对一有文献进行观点 或主题上的分类 评价阶段则需要对一有研究进行 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 最后在提问的阶段 需要研究者根据一有的文献当中存在的研究 空白争议或不足提出自己研究问题 为进一步看了研究方向做指引 你看到这一步就把模型训练完成了 对吧 然后我就说请围绕以上模型 对高校课堂的后金生主题进行文献中数 你看他确实理解了这个东西 但是他给我的东西呢 他是在告诉我如何 这是我不需要的对吧 然后我就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是把我调教的过程整个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即便是拿到这个模型 在后续的理解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问他 如果你是因为再度教一些博士 请你去上这模型 进行撰写文献中数 他还是没有理解说 我要让他写一个实质性的文献中数的过程 他是教我如何去做 所以我说我需要进行真实的撰写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一版 对吧 给了一个真实的撰写 但是我觉得还不太满意 我又继续调教他 这所加了更多的心理条件 对吧 字数啊等等 你看 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接近问题 对吧 然后主题或类型分成了四位 然后去进行一个评价 对吧 最后进行一个提问 其实这个 差不多就有这个雏形的感觉了 对吧 然后我就进一步强化 我怕他忘了 又把这个模型的四个要素 进一步的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到这儿啊 你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个初阶的 这样一个文献综数 但是你会不会还可以增加更多东西 比方说你让他提供文献 对不对 你可以让他提供文献 这个时候他可能每个部分都能跟着 给你列出来 甚至把文献直接插入到我们每一个小的观点的后边 你可以让他最后列出来参考文献 当然按照我们的要求 参考文献依然需要一个校准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这样一个界定分类 评价提问的模型呢 去进行一个基础的啊 文献综数的一个梳理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需要我们提示词的话 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谢谢大家